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504集 武军抢人 这是一个大汉 穿着重甲 看起来如一座小山 粗壮无比 双目更是胸光闪耀 狠狠地瞪了身边老者 与那中年修饰一眼 向着白小春嗡嗡地开口 黑妖军的君主 与七沙军的中年男子 二人立刻怒视着大汉 三人之间似有战意激发 白小春眨了眨眼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三个军长都要抢自己啊 同时内心已然彻底异动了 他觉得这图蛮军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但就在这时又一声冷横 从虚无传来 一同到来的还有一股狂风掀起的风暴 轰鸣四方 甚至卷动苍穹 使得苍穹出现一道道闪电 在其中一道闪电内赫然走出一个白发修士 这白发修士随闪电而来 轰的一声落在白小春的院子里 随着他降临 一片闪电从他脚下猛的扩散四方 使得这庭院仿佛成为了雷池 偏偏却没有对白小春等人伤害丝毫 唯独那三个君主都灭色变化 各自修为运转 逼腿来自他们四周的闪电 图蛮军的那位大汉怒吼一声 灭魂子 要干什么 干什么 自然是要抢人 白大师 进入我灭魂军 本座保你十年内平安 给你五十倍报仇 更保你回到宗门后 荣华富贵 再给你所需一切药草与资源 甚至我这里还有一枚珍贵无比的圆英丹 你只要点头 这圆英丹立刻给你 这白发修士淡淡开口时 右手抬起 他的手中立刻出现了一枚水晶般的丹药 这丹药刚一出现 立刻就散出惊人的药香 使得赵龙等人全部动容 要知道 圆英丹属于极为重要的修行资源 就算是星空倒计宗内也都不多 任何一枚都会记录在暗 其价值之大仅次于天兽魂 甚至在众人渴望的程度上 已过了天兽魂 毕竟天兽魂结成的原因虽更为强悍 可毕竟需要五份凑成金木水火土五行才可适用 可这圆英丹对于结旦大圆满的修士来说 一刻就存在了一定的几率 突破修为踏入圆英 虽对日后的发展有些影响 虽在实力上不如天兽元英 可这也是元英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凑成金木水火土五行天兽魂 白小纯来到长城至极 也都无法获得一枚元英丹 可见此丹的珍贵性 而眼下这丹药就放在白修士手中 只要白小纯点头 他就立刻能获得 白小纯岂能不心动呢 他目光热烈 看着那枚丹药 他尽管没打算以此丹成就元英 可这元英丹的另一个效果 是在没有杰丹大圆满时吞下 可让修为直接攀升 成为杰丹大圆满 浙江节省白小纯太多时间了 让他突破后期 踏入大圆满 看到白发修士居然拿出了元英丹 另外三军的君主也都内心一振 元英丹他们不是拿不出来 只不过此物对他们而言 价值太大 他们不由迟疑起来 望着白修士手中的元英丹 白小纯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深吸口气 眼看其他三位都在沉溢 他琢磨着再等下去 未免吃相太难看 于是正要点头同意 可就在这时突然的 一声怒吼 从天空悟然的传来 混账 统统给老子滚 该死的 你们几个居然赶来我不疲惧 抢老子的人 不就是元英丹吧 小纯 别听他们的 我给你三个 声音如天雷轰鸣时 白林迈着大步 刹那而来 他脸上有怒意 这怒意不是对白小纯 而是其他思维 在他看来 在这自己的地盘里 明目张胆的挖人 这分明就是让自己难堪 此刻来临时 滔天的杀气 从他身上轰然而起 刚一靠近 他竟直接袖子一甩 顿时一股风暴扩散开来 向着那四人直接轰去 白小纯一看这架势 立刻后退 至于赵龙等人 早就远远逃走 白发修饰四人 也是灭色一变 没想到 白林居然真的出手 四人立刻修为散开 眼看这五个军团的君主 就要打起来 远处高塔巨墓内 猛的击射出一道光珠 直接落在这五大君主身上 轰的一声 光珠之力磅礴 化作冲击 使得白林五人纷纷后退 与此同时 陈和天那苍老的生意 带着冰冷 船入此地 都回去 身为君主 成何体统 白林咬牙 怒视白发修饰四人 那四人知道李亏 干咳一声后 都满怀期待的 看了看白小春 这才一晃远去 白小春眨巴着眼 看到四人离去后 又看向白林 有些心虚 忍不住 开口解释 那个 是他们来找我的 白林黑着脸 走到白小春身边 咬牙切齿 小春 那四个家伙不怀好意 别听他们的 留在我这里 你放心 安全没问题 草药没问题 报酬 一样没问题 原因的 也没问题 白林说着 忍着心痛 直接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两枚原鹰丹 万分不舍的 递给了白小春 我这里只有两个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想办法 帮你再弄一枚 白林心底也愁 琢磨着自己该用什么办法 去弄到一枚原鹰丹 毕竟 此物虽可以兑换 可实际上 都要等很久 才可有祸源 白小春拿着两枚原鹰丹 怦然心动 又看了看白林 想到对方 对自己还算不错 切以后 毕竟要在对方手下干活 于是神色严肃起来 摇头开口 军长 当我白小春是什么人了 如果真想去其他军团 方才军主没有到来之时 我就可以答应了 之所以拖延 军主难道不明白原因吗 那四位军主我白小春惹不起 不好拒绝 我就是在等军长主你的到来 白小春袖子一甩 面色更为正宙 军主对我恩情极大 我白小春 岂能强人所难 两枚原鹰丹 已是珍贵无比 那第三枚 还请君主收回 白小春抱权 深深的败下 心底有点得意 觉得自己这番话一本正经 更是说的滴水不漏 很是厉害 他这番话语 白林不管信不信 都有些动容 都得领这份情 他望着白小春扳上 越觉得白小春会做人 他清晰口气 沉吟片刻后 忽然开口 小春 若有可能 尽量在十年内 获得足够战功 成就万夫长 一旦你成为了万夫长 那么你的身份 你的地位 甚至你们逆合宗 都将彻底不同 我五大军团的万夫长 任何一个 再回到宗门后 都可列为铁血堂长老 那是比其他任何堂口 都要高贵的存在 你若能做到 那么从此 你就算是踏入到了星空道击宗内 最强大的势力中 只要不叛宗 足以横行 白林没有说太多 只是隐晦的点到了后 这才转身离去 白小春若有所思 目送白林离去后 回到了阁楼内 拿出身份令牌 去查看成为万夫长 所需的战功 一看之下 他倒吸口气 这么多 白小春有些咋舌 他不知道 其他万夫长是如何晋升的 可从战功上看 那是上百倍的千夫长 所需的战功 其量之大需要至少上百次 如之前那样的战争才可 还是算了吧 千夫长也可以了 白小春有些气馁 摇头后收起身份领牌 看着一旁的园英丹 目中慢慢露出火热 结丹大圆满 白小春调整了下呼吸 开启着阁楼的进制后 又安排下去 告知赵龙等人自己要闭关之事 准备稳妥后 一时深夜 他小心的拿起一枚原英丹 缓缓的放入口中 但要入口 立刻白小春全身俱阵 脑海更是嗡的一声 如有一道道天雷 在他审视内直接爆开 扩散出一片片惊人的天地之力 在他的身体中 猛的蔓延横扫后 又向着他的金丹所在 直接的融入进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